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堵塞毛孔会造成我们毛孔粗大 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 如果我们卸妆不干净的话 我们后续的保养品就不能百分之百的吸收 所以卸妆是有多重要 你就该知道了吧 那我今天呢就要教大家该怎么样去卸妆 然后挑选一款适合你的卸妆产品 首先呢我要介绍第一款呢 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卸妆湿巾 它很适合我们在时间紧迫 或者是没有条件去卸妆的情况下来使用它 会非常的便捷 它里面的活性清洁成分呢 和一般的洗面奶差不多 都是依赖于表面的活性剂和乳化剂 来清洁脸上的油脂彩妆和死皮 因为本身的卸妆湿巾呢 它就省略了用水冲洗的步骤 所以当我们在卸除的过程中呢 还会有多少一点残疑 所以呢它不能天天使用 尤其是本身肌肤底子不是特别好的女生 或者是每天喜欢化大浓妆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们用专门的卸妆产品来卸妆 一般来说呢 卸妆水里面含有对皮肤好的油脂和保湿的成分 同时呢它里面含有的防腐器 也充分考虑到对眼睛的刺激 用它来卸除日常的BB霜或者是防晒霜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化大浓妆的话 尽量还是要多细几次哦 首先呢我们可以用化妆水 把整个化妆棉浸湿 然后呢轻轻地擦掉我们脸上的彩妆 如果我们眼睛和嘴巴上彩妆过重的话 我们可以用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 轻轻地敷在嘴巴或者眼睛上 多敷一会儿哦 这样就可以卸得很干净哦 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一定要卸到化妆棉上没有颜色 才算卸得干净哦 西装乳呢非常的温和 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把它洗干净 就要用足够多的量 首先我们的手和脸都是干的 然后在虎口处挤出一些西装乳 尽量要多挤一点哦 分别呢在额头 两侧脸颊 鼻梁 下额 这五个地方 然后用手指指腹 由内向外轻轻地打圈按摩 大概一分钟左右 最后呢用纸巾轻轻擦掉就可以了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西装乳一定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牌子哦 这样的话才不会有多余的残余 堵塞毛孔 很多人呢都认为西装乳很油 其实不是的 它里面的清洁力非常非常的强 它其实呢是利用 以油溶油的原理 来把脸上的彩妆带走 并没有过多的油腻感哦 首先呢要和西装乳一样 要保证干手干脸 然后呢我们取四泵西装油 再手心 用双手轻轻地温热西装油 然后将西装油均匀地涂抹在面部 轻轻地按摩大概三十秒钟 然后用清水将双手蘸湿 把西装油乳挂 然后在脸上轻轻地按摩三十秒 最后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人呢都忽略了 这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乳化 因为西装油里面的油呢是不溶于水的 我们必须要把它加水乳化以后 才能被冲洗干净 总结一下 如果呢你只是打一个BB霜 或者是防晒霜的话 用西装水就可以了 如果呢你要化一个非常完整的妆 那我建议你用油或者是乳来卸妆 这样的话会更容易卸干净哦 千万要记得 无论用什么卸妆产品 卸妆都不要忘了用洗面奶来洗脸哦 因为卸妆产品是不能代替洗面奶的 今天的课堂就这样了 拜拜啦 ises focus1 我肯定安法 咱们 咱们 你们 你的 咱们 咱们 为 你说 ,é 咱 刚 那么